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的 22节到43节 我们的题目是从缺食到完整 这段经文各位已经给我们打住了 在开始这段经文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在一个邮轮上面 这个邮轮非常漂亮 他们航行在海面上 风景如画 海风吹动 有一个长者坐在甲板上 靠近这个悬的旁边 在看他的报纸 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海风吹来 把他的礼帽吹到海里面去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人呢 就看了 眼睛看了一下 李帽被吹到海里 也没有再去做任何第二个工作 继续看他的报纸 非常的安静 继续看他的报纸 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呢 就很奇怪 他说 你的帽子被风吹到里面了 老人抬头说 谢谢 我知道 你的帽子是不错的帽子 掉到水里面去呢 是啊 我正在看帽子 也在想 怎么样再去买第二个帽子回来 你很奇怪 你的帽子掉下去 那又怎么样 因为是邮轮非常的高 掉到海里面去 你让邮轮停下来吗 还是我要下去去 去捞这个帽子呢 还是我趴在这个船边 帽子啊帽子啊 我的帽子啊 还是回来反省说 今天就不该坐在那边 今天的风开始那么小 这海风怎么会这么大 我应该逆向着做 这样就越吹越紧 不会是迎面吹帽子 也这样去 我那个帽子很贵的 差不多是十个美元 怎么会的帽子会是这样 其实生命中有很多东西 是在缺失的 也在失去 有很多东西是在失去的 我们经常安慰自己说 有得就有失 有得就有失 失去呢 是生命中一定要面对着的事 也一定需要去处理的事 有些事呢 失去了还可以再找回来 有些事物失去了 永远没有机会再找回来 更可怕的是 有些东西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说 我曾经拥有过 没有失去的时候 不会觉得说 这个事物在存在 所以就在失去和得的中间 让我们能够去找一个角度 因为既然失去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哦 当我失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事物在我生命中曾经呆过 另外呢 很多的事物在我们生命中 待多久 是个未知数 最近哦 有很多事物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呆过的 但是待多久呢 是个未知数 有可能今天在 有可能明天在 有可能今天在 你并没有发现 有可能昨天不在的时候 你到发现 哦 我曾经有过那个东西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生病了以后 才知道说 哇 健康真的很好 所以在这两个相应之中呢 从缺失到完整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今天呢我想透过这段经文 让大家去找到一个角度 去看待我们生命中的 这些失去和得掌 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经五章的 二十二节到四十三节 其实它是一个故事 中间又做了一个穿插 而讲了两个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呢 十二岁 另外一个呢 不能算女孩 应当算是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呢 得了十二年的病 但有没有人能记得 十二年前你在做什么 有人能记得你十二年前 在做什么 啊 狼狼 狼狼 你需要很 很多时间去回忆 是吧 今天是2015年 十二年前 我准备被包 要离开福利宾 这个在三楼 三楼的时候 其实那个 我们有个聚会 有时候帮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箱子 非常大的箱子 这个送我的毕业礼物 而那个箱子里面 装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应该谁啊 那个箱子不够我装的 装很多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感觉是 菲律宾再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能很多东西 能背的就背 能带的就带 我记得反正做男孩我去了 罚了我800多块人民币 罚了我800多块人民币 但是宁愿讨800块人民币 也要把那个箱子要拿走 因为里面的东西太宝贵了 它是我两年寒窗的记忆 所以后来发现 其实都没有用 回去都是没有用的 12年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这里有一个病 折磨了一个人12年 这里有一个女孩子12岁 我们看这段经文 有一个管会堂的 名叫雅鲁 来见耶稣 就伏伏在她脚前 再三地求她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 使她痊愈 得以活了 耶稣就和她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 拥挤她 有一个女人 犯了12年的血漏 在好心一生手里 受了许多苦 又花进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 好了 来看下一张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 转过来说 随摸我的衣裳 门头对她说 你看众人拥挤 你还说随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扶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 你的灾难 你的灾病 已经痊愈了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老公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于是带着彼得 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约翰同去 不许别人跟随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那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了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好 进到里面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让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吃笑耶稣 他们爸说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看来是谁会撵 一般是山中人才讲的 所以这个 和尔本翻译的时候 山中人参与了很多 所以是真的 把那个伴子薅出来 薅出来也都是山东嘛 薅出来 有一些慈善特别的 所以山东人有些很亲切 就觉得 哇 这名字真的很特别 撵出去 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 对他说 大离大公民 翻出来就说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那闺女立刻起来着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 闺女一见十二岁了 闺女 闺女也都是北方说法 闺女 一般是姑娘 小姑娘 闺女 我赌得觉得很痛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 不要让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她的东西吃 这个重要的是耶稣也在讲山东话 我那也在讲山东话 但是耶稣讲山东话和我讲山东话 差别是很大的 耶稣讲山东话是很有能力的 我讲山东话是发音很不准的 所以有些事情是这样 其实呢 在这段经文中呢 我们去看你说 其实这是已经到了马可分音第五章了 第五章 我们又讲说马可分音主要是写给罗马人的 你要注意看耶稣做事的方式的时候 耶稣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当耶稣要讲道理的时候 当耶稣在讲天国的时候 当耶稣在讲愿景的时候 其实耶稣很多是用言语去表达 耶稣其实在圣经中讲了蛮多的讲章 特别是马太子一就记载了蛮多 耶稣很能讲 一次能讲三四章的圣经 五章六章七章 要往你成天这样累积下来 并且耶稣也很会讲 很多人会跟着耶稣听 有些人饭都忘记吃 耶稣实在是一个蛮很会去讲的 但是你知道会讲的人他都有一个特点 讲会讲的人和他的做事一定会有差距 会讲的人和他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有差距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会做的人不一定会说 如果一个人特别会做事 基本上不太会说话 这是大部分的规律 耶稣是比较特别 耶稣又能说又能做 所以大家注意 你身边假如有人 他的做事能力超过他的言语能力 也没有什么高尚的 也没有什么自卑的 你说我去善于做 然后我不太善于表达 不用自豪 因为为什么呢 不用自豪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种人老看不起讲话的人 能说不能行 你以为泰山是用嘴巴说出来的 看我都是实干 尊重人 有时候你也不用自豪 但是其实一个人的时候 也不用自卑 特别是自己的时候 有没有说 看我要是能会说就好了 也不用自卑 但是反过来说 你们看汪光明 能说他不能做 你们也不用看得起我 为什么呢 因为会说的人 一定要有一点夸张在里面 因为他起个什么作用呢 他是一个动员 所以如果 你看我有时候我给朝链在一块儿 我们俩经常会出现这个状况 然后我就说 咱一步能跨三米 一步就能跨三米 然后朝链就说得得得 昨天晚上都没有吃饭 怎么能跨 也就能跨一米 实际上能跨多少你知道吗 能跨一 能跨一点八米 能跨一点八米 为什么能跨一点八米 是因为有人说能跨三米 是因为有人说能跨三米 如果你再某点一几 不可能跨两米 能懂得意思吗 因为有人说能跨三米 所以你就奔着三米去的 然后一脚跨了几米 跨了两米 但是实际上 如果没有人讲三米的话 你能跨多远 你可能能跨零点八米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配合 其实这就是一个配搭 但是你要注意 我刚才讲说 耶稣是能说 耶稣是能做的 而耶稣要传递能力 传递恩典的时候 主要 耶稣要传递能力 他让人知道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让人知道 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人 他让人知道 他是一个有怜悯的人 他让别人知道 他是一个有爱的人 这个就不能光不说了 这个就不能说 要有什么 要有行为 要去做 所以你就看说 耶稣讲很多话 但是耶稣也做很多事 注意听到 道理是透过讲的 愿景或那个危险 就是意象是透过讲的 但是实际上 人敢受到你的爱 人敢受到你的善意 人敢受到你的怜悯 人敢受到你有能 能力是透过什么 是透过你的行动 是行动而出来的 尤其是家人更能 家人就更清楚 越熟悉的人就越清楚 少讲 多做 为什么呢 因为做能传递能力 能传递恩典 说能传递道理和愿景 当然两者都需要去配合了 这个是重点 这一张经文 整个的我们读的 22到43节的经文中 只有一节是最特别的 哪一节呢 就是三十节 看下一张 三十节怎么说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简单来说 这段经文 其实可以用一个题目 就是 谁摸我的衣裳 跟着身边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如果有人真的摸你衣裳 你要小心他 摸你的衣裳 什么材料的 可能用摸你的钱包 可能要小心 其实这段经文 耶稣问一个话 就是说 谁摸了我的衣裳 为什么呢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 耶稣觉得能力 从自己的身上出去 这一个一摸 这一个touch 这一个去接触 这个有点跟武侠小婆里面一样 然后武功很高 然后一个不太会的 然后一摸 然后突然能力点流内功 就过去了 有点像这个意思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你们觉得耶稣是 耶稣是知道知道能力出去了 耶稣知道吗 他知道不知道是能力去哪里 知道吗 但是我先问一个问题 是耶稣先准备好 跟你出去的 还是耶稣这样走到吞儿 被人拔了气门根 这个轮台咕气就出去了 谁把气都拉倒了 你们觉得耶稣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主动还是被动的 经文写的 你看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中国人中间转过着 谁摸我一上 你们觉得耶稣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耶稣是蛮被动的 经文来开始耶稣是蛮被动的 那这一个经文就思考了说 谁摸我一上 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让耶稣被动的 我们主动的 耶稣被动的 我们会汲取到上帝的能力的恩典 来注意听 在我们和上帝的互动中 在我们和上帝的沟通中 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是 我们非常的主动 而耶稣很被动的 我们送耶稣分享他的恩典 分享他的祝福 分享他的同乱 会还是不会 会 会 吴大哥给周辉约来出去打架 看看到底谁在 然后周辉说会 然后吴大哥说不会 但是经文说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我告诉大家会还是不会 你不觉得会还是不会 不知道 不知道他就放在这里 免得我一讲出来 哥哥一半 那就哥哥尝试了 OK 我告诉大家 会 会 会是什么呢 会是两个角度 会是两个角度 这两个角度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其实对耶稣来说 没有被复的主动 对耶稣来说都是主动 但是从 人的角度来说 从这个事情的发生上来说 是主动的 谁是主动的 其实是这个女人要主动的 从这个过程中 女人是要主动的 从这个互动中 是要主动的 主动是什么 你要主动的拿到 你要主动的去追求 你要主动的去可慕 你要主动的去和耶稣有接触 所以这件事情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从耶稣来看 耶稣是主动的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谁是主动的 谁是主动的 你是主动的 以前我给大家有讲过说 圣经 圣经到底是谁写的 圣经到底是谁写的 从马可的角度来说 马可不明谁写的 是马可写的吗 从马可的角度来说 就是马可写的嘛 然后谁拿的笔 他拿的笔 谁去买的纸 他买的纸啊 谁能调灯去写的 我要把这段写下来 谁写的 谁写的 他谁 谁主动 马可主动啊 但是实际上 等马可写写完的时候 然后呢 圣经在那里捂着嘴说 你觉得你很主动是不是 实际上是我主动的 因为你写的就是我让你写的 YES 纳入正面 YES 这就是我要写的话 所以从圣灵的角度来说 从上帝的角度来说 谁主动 是上帝主动 是上帝主动 但是从马可的角度来说 他并不是睡着觉的时候 都从床上起来 然后没有一点意识 然后呢就拿个笔 就这样刚刚的写完 马可写十六章 没有这样的吧 没有这样的吧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的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是需要主动的 我们是需要努力的 我们是需要珍惜的 我们是需要去好好去做的 这是我们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今天呢我要透过三手 三手来去分享 第一个手是什么 是按手 第二个手呢 就是伸手 第三个手呢 就是拉手 拉手 就是耶稣把那个女孩子 拉起来 然后这个由学露的妇人伸出了手 还有一个呢 就是亚鲁的祷告说 请你去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 二十二节说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您叫亚鲁 来见耶稣就扶扶在他脚鞋 再三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得以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亚鲁哈 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 这个圣经说他是一个管会堂的 管会堂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个教会干事 教会的干事 出了后期事务 其实管会堂的 我不知道你们对穆斯林是不是有了解 穆斯林的清真寺里面有个阿宏 阿宏是一个主持 其实管会堂的就类似于这么一个角色 他其实是负责所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 会堂是罗马人把以色列人掳掠以后 就是公元七十年提督将军把以色列人的圣殿和城墙拆毁 因为那个圣殿就是耶稣使在那个圣殿 是大叙利花了四十年建造的一个圣殿 拆毁以后 犹太人就被殖民分散到各个地方去 有人可能到了上海 有人在欧洲 有人在俄罗斯 那这 没那么久 没那么远 这是到二战 二战时期 最早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远 主要是在欧洲那个区域 而犹太人就需要他们这样的去敬拜 当然我们看到亚古时候的这个会堂 更到以前 更到以前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圣殿没有建立起来之前的时候 他们所在的那些乡镇的乡村要堂 乡村聚会堂 到后来耶稣时代的时候就更多了 往后像保罗到了哥林多呀 到了这些欧洲的这些地方都是到会堂 那我们这个附近的 罗罗斯这个街的头 其实也有一个会堂 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会堂 其实基本上就是指的是 当时这个会堂中的长老 也是属于领袖式的人物 拿半斤来讲就是当时主人牧师 他是这么样 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在圣经中呢 耶稣也与世纪入会堂 并且会堂的人也构成了反对耶稣的主要设定 但是圣经中这里描述说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雅鲁来见耶稣 就服服在那边前 我刚才有一个问题 当时的时候 如果你接待了耶稣 如果我是一个会友 我是个马尔卡利福音教会的一个会友 如果我接触了耶稣 马尔卡利教会的主人牧师 洪少庞牧师就来跟我说 弟兄 要么悔改 要么呢离开这个教会 就基本上这两个选择 要么悔改 要么悔悔 所以如果离开这个教会 大家要注意一下 离开教会可怕不可怕 离开教会可怕不可怕 挺可怕的 没有 太过面子了 你们都很可怕 如果离开教会 你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我这样给讲 敢出池堂 你们能够理解吗 敢出池堂 就是过去的时候 在这个咱们中国人 都有这种家族的池堂 或者什么 你敢出池堂的意思就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你自觉于人类 你和你的家族要分离 你和你的文化要分离 你和你的社区要分离 就等于说你要背景离乡 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文化交流 社会交流 宗教交流 所有的东西 你等于完全就停掉 所以来接触耶稣 风险是非常高的 圣经说 有一个管会堂的 民调亚鲁 来见耶稣 就夫妇来来搅钱 他有病吗 他怎么会来找耶稣呢 风险这么高 他为什么来找耶稣呢 他难道不知道 宗教界对耶稣的定位说 谁要碰到耶稣 接待耶稣的话 基本上你要 你要从你的整个社群中 要不要给你赶出来 为什么你要去呢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民调亚鲁 来见耶稣 反对耶稣的人 都是管会堂的人 都是这些宗教领袖 为什么他来了 为什么他会来 他本来是一个高高在上 他本来是一个道德模范 他本来是一个有权有势的 他为什么来找耶稣呢 就是第二十三节 说什么 我的小女儿 快要死了 各位 什么样的人找耶稣 虽然这个话不太好听 但是真的死到里头 什么样的人才找耶稣 耶稣 什么样的人会遇见耶稣 什么样的人才会给耶稣 有一个连接 今天你上午来这里聚会 有的人有收获 有的人没有收获 有的人信主三年五年 有的人跟主的关系更近一些 有的人更远利一点 有的人觉得说 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有的人说 基督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客人 只是我的一个文化生活 其实什么样的人 才能预见耶稣 我告诉你 大部分和耶稣 一般的管会堂的人来找耶稣是不会求耶稣的 为什么不会求耶稣呢 因为他们都是要跟耶稣来谈到的 请问 创世纪怎么看 请问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谈 请问欧洲的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请问 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冲点在发明 请问 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核心的这个连接该怎么办 请问 信耶稣能给钱吗 请问信耶稣能生意顺利 签在顺利吗 我跟你讲 他们都是跟耶稣来谈着的 只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 伏伏在地哦 那个伏伏在地 就是连头都趴在地下说 耶稣啊 我的小米儿怕要死了 求你去暗示在他身上 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多时候 你有点耶稣核心在哪里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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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根本 你不需要 对于一个需要的人来说 耶稣才是他的救命 什么样的人来找耶稣 你不需要 如果你没有需要 你怎么会能够去 圣经录这里描述 其实是一个父亲的需要 有人说 我说你一个女儿 这个觉得责任就变得很大 其实这个 这个对于这个父亲来说 他其实 他有个很大的一个需要 因为我看到一些资料 他就觉得说 哇 这个很可怕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父亲 然后呢 女儿长到12岁 12岁的女儿 就是女儿是爸爸 是妈妈的 小贴心的小年 你知道女儿是什么吗 女儿对爸爸来说意味着什么 女儿对爸爸意味着一件事 就是 如果爸爸心目中 有一个完美女性的标准的话 女儿是一个 唯一你对他拥有权力 去塑造的一个对象 你老婆你没做权力 你想修她 她想修你的 对不对 你想修理她 她想修理你的 因为你很期待 自己的太太 她是一个完美女人的模范 对不对 她分配最后 里面都投降 女儿是什么 女儿是一个男人 对另外一个异性 拥有一个完美样子的话 你有大部分的时间和权力 在她身上 实现这个梦想 这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你说我没有 你没有 其实每一个男人的心目中 都有一个完美女性 你肯定有一个期待 我女儿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温柔婉约 你们期待 我希望甜甜 姜的就是个女汉子 你肯定不会有种概念 对不对 你一定希望说 哇她 她的声音是什么 她走路是什么 她的身材是什么 她的面容应当是什么样 她的长发应的是什么样子 你一定会有一个 其实那个形象 不是你对你女儿的形象 是你心目中 完美女性的形象 完美女性的形象 那再反过来会讲说 男人就是妈妈的对象 妈妈的什么对象 妈妈对男人的期待 一个完美男人的期待 是什么 就是妈妈会投射在儿子身上 投射在儿子身上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 妈妈会讲这样一句话 不要像你爸那样 这个人的话 不要像你爸那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爸我想改到没改到成 我就改到你 你一定不要像你爸那样 OK 所以都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所以其实 也有人就说 父爱对于儿女的影响 其实是一辈子的 但是你最好在这里 你看 雅鲁这么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其实我不知道 他上面是不是还有几个大女儿 看起来也不太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雅鲁应该也不算年龄很大 因为过去的人结婚又早的话 女儿他十二岁 不像我这种都白头发了 他女儿他一岁 有种后知后觉 所以这种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这真的是一个饱含着 很细腻的父爱在里面 父爱跟你们 你们喜欢甜甜吗 喜欢 喜欢对不对 这玩意不一定都对我 不喜欢也得说喜欢 你们喜欢和我喜欢有什么差别 你们喜欢和我喜欢有什么差别 差在哪里 就是你们你们的喜欢也是没责任的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喜欢他 你们不用负他的责任 我爱他喜欢他 我负他的责任 这就是那个差别 所以亚努的女儿病了 只有谁会去 就是有责任的人会去 只有有责任的人去 所以我告诉大家 别人的事没有放在你心上 本身是什么 你对他不负责任吧 对不对 中国前途灵魂灭亡 十三亿同胞 大部分人没有人的性命 行了行了 咱吃饭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其实没有责任 怎么会有爱呢 来帮我加官好 上班就在台南站上的事 现实有点事 他那些有什么用 然后教会在这个椅子空着 是不是谁没有来 管他谁没有来的 咱来了 今天好好聚会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什么样的人会来的 不是只是说 喜欢鸭鸭女儿的人来 也不是说爱鸭鸭小女儿 十二岁的小女孩 是很招人喜欢的 但是只有一个人 就是有责任的人 会再三地去求他 谁会为你当高 不是喜欢你的人为你当高 是对你有责任的人 会为你当高 觉得 觉得为你负责任的人 才会为你当高 才会彼此当高 对教会有责任的人 才会为教会当高 然后呢 对敬拜有责任的人 才会为敬拜 才会为我们的乐器 为敬拜当高 然后 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而圣经中 这里给我们看到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雅鲁 求见耶稣 就夫妇在他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一个爸爸的无能 我们看到了 一个爸爸的无难 我们看到了 一个爸爸的脆弱 我们看到了 一个爸爸的有限 我们看到了 一个爸爸面对 他女儿的状况的时候 他的这种疏色无色 但是这个女 这一个爸爸 我们说这个爸爸是无能了 因为他各种能力都想过 如果说底下的女人 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在医生的手里 花掉他所有的钱的话 我相信雅鲁更会为他的女儿 花掉所有的钱去变方名医 对不对 一定会去找的嘛 对不对 但是有限 为什么有限 因为他钱有限 因为他有限 他在爱他的女儿 然后他女儿是他爸爸的 一个完美女人的投射 他花了好多时间 他想跟他在草坪上 跟他去度假 很多很多可能都去想得到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爸爸的无能 无奈 无力 这种脆弱感 但是这个爸爸有一个东西 没有丢 什么没有丢 就是责任的丢 看到没有 因为责任没有丢 我们会说这个爸爸很棒 我们不是说这个爸爸没有钱 我们也不是说 这个爸爸能医人的病 这个爸爸可以能做很多事 这个爸爸的 有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大到什么地步 他可以为了他的女儿 放弃他所拥有的成就 他的成就是什么 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 他是一个在宗教界 别人认可的人 他是在主流的社会中的一个 一个跳出 他拥有社会地位 他拥有经济地位 他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 也许他从小的梦想 就是可以站在会堂 随时教导人 他可以做那个社区的领袖 可以带领大家在私民的社会中 他可能会觉得他的教会更需要他 他的弟兄姐妹可能更需要他 他有很多 这是他自己花了很多 他可能是神明院毕业寒窗和苦读 然后读神学研究出来 但是相比他的责任 他的第一责任是什么 我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 相比这个责任来说 他都可以放弃 他要去担这个责任 他对他的民族一定有责任 他对教导律法有责任 他对帮助弟兄姐妹他肯定有责任 但是他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女儿快要死了 我的女儿快要死了 我一定要去做这个动物 是什么 因为我责任没有丢 所以其他的民族女姐妹只要责任在 只要责任在 就总是有机会 很多时候 我们把责任放弃 把责任放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把责任放弃的最大特点就是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林迪亚雅雅来见耶稣 就服服在他 在他脚前 二十三个说 再三地求他说 我告诉你 放弃责任的 如果你是因为基督徒 我告诉你 你放弃责任的第一个表现 或者是一个最大的表现 就是你不会在贵兰族人面前 再三地去求耶稣 所以你不会再三地为他祷告 是显明处理不负责任 所以你没有在主的面前 再三地祷告 为某一个人祷告 为某一件事祷告 表示你不准备去担责任 如果你准备去担责任 你说我什么情况下会不准备担责任 因为我钱不太够了 我能力不太够了 我时间不太够了 我精力不太够了 我所有的 但是其实这些都没关系 有一件事是不能留的 就是你在上帝面前 会再三地求他 为什么会带他去求他呢 因为他会知道说 信心还在 信心只要散 爱就散 信心还在 信心获产 爱就散 很多时候我们把责任丢掉 其实是我们把信心丢掉 为什么会把信心丢掉呢 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 我们也不相信他 我们最重要的是不相信谁 其实我不相信耶稣了嘛 所以我们也不会再三地说 我不相信我自己 因为我想了很多办法 我不再相信我的女儿 因为我治了很多方法 中医的西医的 烟熏的火了和各种办法 都用过 对不对 我都不相信了 但是我还相信一件什么事 我就是相信耶稣的 我会什么 我会再三地去求他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点 要让我们去思考的 OK 这只是我们人的主动的一个重要点 但是核心在哪里呢 耶稣告诉我们说 耶稣回应是什么 耶稣就和他去 他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失败权力 其实是他想的 这是他的背景 这是他的文化 这是他的局限 他想一定就要按手 因为也许他听过的见证 也是这样的 但是耶稣其实后来没有用 没有用 但是这一个祈求 这一个按手 表达出他内在的一个需要 耶稣如何面对那些 有需要的人呢 经文说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 拥挤他 注意哦 很多人拥挤耶稣 但是耶稣被什么声音带到了 很多人跟随耶稣 耶稣跟着什么声音去 耶稣不会跟着看热闹的声音 耶稣不会跟随着看随大流的声音 耶稣跟什么声音 耶稣会跟着需要的声音 耶稣会回应那些可恶的灵魂 耶稣会回应那些真正内心中说的主啊 我需要的灵魂 所以圣经中耶稣就立刻去回应 立即就去 立即就去 耶稣没有这样说 好 来 杨鲁 我可以了啊 但是我告诉你 我要把你女儿治好了 你有什么反应 你要不要信我 你要不要一天就会她 我告诉你 你看我们这些 你要不要学谁 学那个灵魂 或者是学谁 耶稣其实根本没有讲任何条件 耶稣的回应是及时的 耶稣的回应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 弟兄姐妹 永远不要把别人信主 当作我们回应别人的前提条件 永远不要把别人信不信耶稣 来不来聚会 当作我们爱他的先决条件 OK 其实反过来说 他真的信不信耶稣 也服不了他的神 耶稣不以这个作为前提 耶稣以什么作为前提 耶稣以爱作为前提 耶稣以怜悯作为前提 耶稣会主动的回应我们的需要 从这一点上 我们其实也需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思想 我们的整个行为的模式 来 我们看第二个 其实插取进来 二十五节 二十二节的时候 有一个管会议堂的 二十五节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 完全是别人请了客 他就蹭了一个 他就蹭了一下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叫什么 沾光 他还不是沾光 他不是沾光 这件完全是别人扎了台 他唱了一出戏 他去唱了一戏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有一个女人 换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谱 又发现了他所有的 这段经文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经文描述说 这里有个女人 教授名字不知道 可以把我们的名字放上 她叫王恩田 或者王光明 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加上 然后亚伦的女儿 教授名字也不知道 他受了疾病的折磨 让她很虚弱 这个病不仅可以毁灭她 这个病给她带来 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因为在当时的时代 患了这样病的女人 不仅是说身体会让她 感到很虚弱 会被人怀疑为 她被上帝咒误了 并且按照当时的 摩西律法的规则 患这样病的女人呢 是不可以和家人 生活在一起的 因为算她为不洁净的人 不洁净的人 然后呢 需要隔离 需要把她去离开 她必须离开丈夫 不能留在家里 她必须比赶离社会 不能和以前的老朋友们 喝阿杯 然后再好的聚会也不能去 她不能够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 所以来唱歌 想着没 来敬拜 你说我问到教会 我去扫地行不行 你扫了那地 谁还敢放 对不对 这叫等于人有传染病一样 所以是对她是这样的 她不可以进入会堂 也不可以进入圣语间的女人院 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 非常可怜的这样一个 所以她的可怜呢 不仅在于疾病加倍她的痛苦 而在于她无法享受家庭的快乐 她无法过正常的社会和宗教生活 十二年之久 她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苦 她倾家荡产 她想要恢复健康 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用 马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状况 说她花尽量她所有的 在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在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我呢 我不知道 我应该不算见了很多 反正我知道有些人得了病以后 然后呢 有一些正 西医治不好 就开始去找中医 中医再找不好以后 就找偏方 我听到的有些偏方 我真的觉得好恐怖 有些偏方 村里那些偏方都是很奇怪的偏方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个乡下 算是一个县级的一个地方 然后有人得了胃癌 然后有人给她处一个偏方 让她能吃这个蜥蜴 就是那种小壁虎 说壁虎可以治她的病 你知道壁虎要怎么吃吗 要活吃 让她活吃 然后呢 那她怎么吃呢 然后我去为她祷告 那她们的地方也没什么面包 那时候就是用馒头片 两个馒头片中间加一个活的壁虎 然后她就这样吃 你肯定很难受对不对 那因为你没得胃癌 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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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她要吃 因为她有需要 你没需要 对不对 你说我给你多少钱 才能让你把这个三明治吃下去 对不对 你可以想该价钱 我给你多少钱 对不对 一碗啤酒 你看 刘洁就摇头 一碗啤酒有人吃 对不对 一碗啤酒就有人吃了 为什么 因为她需要 她不是说需要那个 她是需要一万块 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 你很难理解那些真正在经验的风格 永远不要觉得你一定了解别人 你永远不要心中有个假设说 算什么呀 你都理解 那事儿没到你头上 那事儿没到你头上 还有你知道有些人特别烦别人 疼啊 痒啊 这种人大部分又有一个威力 他是自己超怕疼和痒 你们的笑标是什么呢 比方说像我爸爸 我爸爸是 如果别人生命 他会莫名其妙的 是聪明 一直感冒一下嘛 我想他要是牙疼一下 哎哟 哎哟 丫头 我妈就说我求求你们能不能别喊 一个大人 同时他不让他喊 他就是说 你就发现很奇怪 所以有时候我不让你喊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想喊 是因为我要喊 所以这是一件 永远不要觉得你能够完全理解别人 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理解别人 我们真的不了解别人 真的有多么的 真的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而圣经中这里告诉我们说 哎 他会这样 但是在这里非常有意思 他不可以参加教会活动 他不可以参加教会 他现在跑到哪里来了 他跑到人群中 你就知道说 他想偷偷地摸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偷偷摸一下 偷偷摸一下 偷偷就跑不开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偷偷摸一下 如果没有好的话会怎么样 也应该偷偷跑掉嘛 但是如果没有好的时候 他让人发现 停 你跟他过去很难叫 哎哟 你做啊 救我 什么情况 我已经道 我祷告 让我急停的 我有个血漏 我告诉你 立马周围三米之内的人 全部不接近 他周围三米以内的人 都要不接近七天 所以你就知道好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你知道对待那些有问题的人 处理的最好方法 这是摩西律法的方法 这不是你的方法 摩西律法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就是对待那些有问题的人 你不喜欢的人 有状况的人 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方法 到现在医学都还在用吗 隔离 对不对 然后把它隔离开 隔离住你的心灵世界 隔离住你的状况 隔离住你的生活 然后你就觉得说不受伤了 所以他再严重 再严重 我们就建一个房子 把它隔离起来 那叫监狱嘛 是不是 然后如果在监狱里面 如果在监狱里面 他再闹 就再建一个小房子 再把它隔离起来 那叫什么 那叫禁闭 所以你看好 电视剧里经常演这样的情形 你打我一顿嘛 你别管我的禁闭 打成了还是关禁闭 肯定是打成了 为什么有的人 你让我在外面 让我干体力劳动 然后让我干五天 也不要管我两天 为什么 因为人没法处理 人没有办法处理公平 人没有办法处理公担 所以我告诉你 最大的惩罚 人对人最大的惩罚 就是跟他不讲话 把它隔离了 你把它隔离起来的时候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没了 所以现在流行说 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是什么 就是你我面对面 却没有WiFi 却没有WiFi 但是其实 人和人之间最大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个女人 其实是活在隔离中 活在隔离中 活在自我的隔离中 有很多东西是讲不出来的 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去谈的 没有办法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讲的一件事是说 我要去抓 我要去抓 12年了 换了12年的血浪 12年的血浪 我以前的时候皮肤不好 你们知道我会相信 别人给我的偏方吗 我告诉你 开始我什么都行 我开始皮肤不太好的时候 所有别人给我的治疗方式和偏方 我都行 然后你会发现说 这段时间以后 你会看见说 谁给你的 你都不相信 所以蓝俊恩快回来了 蓝哥快回来了 不要告诉他说 哪里可以治肝炎症 你都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是专家 所以你很难让蓝哥能够相信说 还有治肝炎症的方法 你都懂我意思吗 其实基本上不太会 为什么 因为他的经验 他的经历 哪里的医生 哪里的状务 他全都看了 各种东西他都用了 然后你突然冒出来的时候 人家不看到一个片方 说可以治理的 他会很礼貌 非常有羞养的时候 都写关系挺罗闹的 基本上不太会用 为什么 因为因为十二年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各种的义生中 受了许多的鬼 你不太会用去相信 所以很多问题的麻烦 不是我们的失败 是失败加在我们生命中的伤害 很多时候别人得罪我们一次 辜负我们一次 忘恩一次 那个不可怕 可怕的是 形成一个观念 同时让你不太信任 这才可怕 跌倒一次不可怕 怕的是什么 站在那里不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面走 有可能还跌倒 他说前面是雨 后面是雨 我就站在雨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所以十二年的血路 让一个人来有信心 这一件事很重要的 所以上帝要求我们 只有一件事是可以丢的 什么都可以丢 但是人到上帝面前来 要得神的喜悦 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有信心 只要信还在 梦就在 真的 上帝只要求这个 你没钱了 没健康了 我身体得疾病了 然后我事业又行 没关系 没关系 只要你对上帝的信心还在 路就还能够去走下去 这里说 他的想法说 我只要摸一下 我只要摸一下 就得医治疗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碎子 真的那么神奇吗 耶稣的气能 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 一摸 跑 是不是这样 我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碎子 衣裳碎子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他就好了吗 耶稣真的 他就好了吗 但是问题出来了 问题出来了 耶稣的衣裳碎子 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碎子 怎么做得能好呢 其实这一面和圣经一关的道理 不是很相通的 耶稣呢 他摸了一下 他就好了 耶稣顿时有能力就出去了 然后耶稣就开始就喊了一句话 说 谁摸我 我们必须先建立的一个技术 上帝是无所不甘的上帝 耶稣是知道谁摸他 是不是 其实耶稣的目的就是让我收手 谁 没错 开什么玩笑 看很多的人 谁摸你一下 碰你一下 所以你就注意 耶稣的衣裳碎子 这个女人其实不是第一个摸的 耶稣的衣服不是这个女人 只有这个女人摸到 因为门徒说 这么多的人拥挤你 就表示说 很多人其实又摸到耶稣了 是不是 很多人又碰到耶稣了 但是得衣裳的是谁 所以耶稣就是要把他叫出来 告诉他一件事 说你得衣裳不是因为摸了我的衣裳子 你得衣裳是因为什么 你的信息 耶稣说 出了 很多人都摸你了 很多人都碰你 耶稣说 不 那一个碰 我的能力就有出去 那一个碰是信心的接触 出来 这个女人呢 其实是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 我想其实耶稣做了一件事 耶稣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耶稣要拉宽她的生命 让她的生命 从一个经历神人点的人 到一个分享神人点的人 从一个见证 变成一个可以做出的见证 从一沾光 可以到变成可以去帮助人的光 于是她的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女人经历的血路好了 她觉得身体好了 就OK了 就可以走了 不 耶稣可不这么想 耶稣不希望 女人只看到她的背 耶稣希望她看到她的脸 耶稣希望让她知道说 要把实情告诉她 所以我刚才说 她其实要归正过来 要让她认识到一件事 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耶稣要和她面对面 耶稣要让她把所经历的事讲出来 耶稣要让她成为一个活着的见证 耶稣要摸掉她十二年的阴霾 摸掉她十二年的创伤 她十二年的自奔 她十二年的痛苦 耶稣要恢复这个女人的尊严和荣耀 让她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 耶稣让她知道说 你不仅经历了就好 而是需要你要把你所经历的来分享出来 武汉市将来可能是要用普通话 要做见证是吧 只有妈妈有毕竟这样的一个压力 武汉市说她希望用英文这样 这样的话可以有人翻译 再想一想 其实做见证是什么 分享是什么 其实就是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 再恩上加恩的一件事 去年得胜了 今年再讲 叫什么 这就是喜乐加倍 喜乐加倍 所以上帝要在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 要让我们去诉说 上个礼拜我查经的时候 其实我有谈过一件事 耶稣说 耶稣到盖撒尔利亚 菲利比的境内 耶稣说 人说我是谁 别人都说我是谁 人都说你是谁 你是谁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各位 你说他是谁 你就有了生命 你说他是谁 你就有了信仰 你说他是谁 耶稣就是你的救主 因为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必得救 你说耶稣是谁 是你得救的开始 但是耶稣后面的句话很重 耶稣马上就说什么 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盘石上 因见的权力不能胜过它 你注意 教会是建立在哪里 教会是建立在哪里 教会是建立在我们说耶稣是谁 别人说耶稣是谁 我们在一起说耶稣是谁 这是教会 是一群人在一起说耶稣是谁 这是教会 我学露得接近 我下一个人都看见 我身体的经历 我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生一种经历这些 我和孩子的关系会改善 我们不断地在讲说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经验 我们就为了多见证 我们把上帝的恩典 不断地反射过来 我们就像是 在七黑的夜里 每一盏蜡烛 我们一起点起来的时候 就在整个黑暗的夜空 绽放出他应有的光明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我们一起说耶稣的地方 教会是我们每个人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 所以教会就是耶稣的见证 所以耶稣说 初来要把你的见证分享出来 要大声地来去见证 第三个方面 上帝带来一个很多的改变 就是拉手 拉谁在手呢 大力大功力 拉这个女人的手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讲了一句话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劳动先生呢 各位好 这个耶稣说 谁我老婆 出来 我想这个女人可能不是一下就想 是我 不可能是这样吧 这个女人一定就 那门徒就出来打开 没有人嘛 你看 这么多人拥挤你 各位 那时间都是 你都在走 如果你是亚鲁 你会怎么样 大哥 拜托你 谁摸你是重要吗 我女儿快死了 如果你是亚鲁的话 对不对 如果 我想亚鲁对耶稣的一代 有足够的尊敬 但是手里也一定是这样 你也不得乱 你无聊 我女儿快要死了 你为什么谁摸你的衣裳呢 那你天天不凶 谁摸 摸 我想我说亚鲁都好忧伤 摸 耶稣来找他 该给我出他 对不对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她是很着急的 这个女人怎么样 对亚鲁来说 谁重要 小女儿重要嘛 但是耶稣站在那里 没完没了 他就说出了 谁 我知道 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女人就 出来 耶稣就说 好 你把事情的经过 从中到来说一遍 你看 把女人知道这些事 就站一站进去 把事情全告诉她 对耶稣来说 耶稣知道事情吗 事情 我觉得这个女人也不是口才演讲学校 别人培养出来的 你觉得这个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讲 从摩西上最后开始讲吗 如果她要是从十二年前开始讲 我想亚鲁就应该头上冒火了 对不对 我十二年前 那我等了这个病 然后 你们听过有人这样讲话吗 哇 你讲究竟 讲究竟 哦 怎样怎样 一个女人嘛 她能怎么讲 对不对 所以她在把事情一步步的去讲 大哥拜托呀 然后这个女儿平平安的去吧 我不平安啊 我女儿在家 然后有个人满头大汗来来说 亚鲁 女儿死了 别麻烦先生了 因为亚鲁的信心是什么 耶稣去做什么 去按手 他的女儿就好了 亚鲁的信心知道哪里 知道耶稣能医人的病 亚鲁的信心知道这里 但是现实是什么 女儿死了 女儿死了 你是亚鲁 你会懂呀 一般情况下的话 甚至没人耶稣 对不对 你看连玛利亚 玛利亚跟玛大 那都是得过争传的呀 那是耶稣切身教导的 他弟弟死了以后 他们说什么 你不早在这里 我弟弟都不死 那都是很有涵养的讲话 如果通白你还来干嘛 你来干什么 对不对 四天年就离觉了 在那儿不需要走四天了 你是骑着蜗牛来的 对不对 肯定这些话都出来了 你们没有这样抱怨过上帝 对不对 你们都没有这样抱怨过 外面你们都不敢了 太好了 你们都说上帝骑着蜗牛 不是骑着蜗牛 然后这里有一个时间 非常大的差距 但是大家注意一件事 亚鲁去看耶稣的时候 他说我的女儿病了 请你暗暗收在我女儿身上 耶稣意识这位女儿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很壮大话 其实耶稣对这个血漏的夫人说 女儿你的性救了 你平平安的去 把你的三名都全有 这个谁 亚鲁是被迫在这里 参与整个过程 他心里不想参与 他说他快点走 他快点走 各位 对亚鲁来说 亚鲁是赶紧要把耶稣 带到他的家里帮助他的女儿 但是对耶稣来说 耶稣说我要医治这个血漏的夫人 我要帮助他 但是我想问他两个问题 耶稣医治血漏的夫人 和亚鲁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就知道 他后来讲的一句话 耶稣说 你只要信 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亚鲁讲的就是什么话 他说主啊我的信 祝俗求主讲帖 来 带你跟我一起说 主啊我的信不足 求主加帖 来 带你 主啊我的信不足 求主加帖 他的信不足 他开始是一个小的信心 他这个小的信心 后面是一个什么 上帝要在他女儿的身上 要是新的大的神迹 而这个大的神迹 要让他经历于 雪漏的夫人 更大的神迹 神要把一个更大的恩典给他 需要他的信心 但是他的信心开始是响的 那怎么办呢 上帝就给他补习加一课 给他加一课在哪里加呢 在去路上 在去的路上加 各位 上帝绝不会做那些徒劳无疑的事 上帝就给他 在路上给他加一个强化补习班 给他加一个博士课程 让他的信心淫秘 淫秘这个女儿 耶稣其实那个女儿已经好了 我甚至会相信 把那个女儿救出来 然后让那个女人 非要说出来说我的病 然后耶稣一定要给他纠正说 女儿 不是你摸了一上衰子 是你的信心救了你 是你的信心 你一定要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就可以平平安的去吧 其实耶稣讲这些话 我知道是帮助那个雪漏的夫人 但是其实 耶稣把信心的词 反复地要跟这个女人澄清 让这个女人对他有信心 何尝不是讲给亚鲁听 何尝不是要叫亚鲁 在这里深深的受益客 但是亚鲁可能一些女儿会想出 哎呀女儿晚了 你怎么办呢 上帝所说的每一件事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以处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不可以抱怨 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忍耐等候 因为上帝让很多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定有他其他美意在中间的 百姓的美主 消息一传来 然后你看很多人也起哄 很多人就起哄 然后呢 犹太人也有咱们华人 往华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死了人以后呢 去找那些专门 东北比较多的哈 特别是有些人就咱些哄 很悲苦的哈 然后呢就是 会哭的女人找来 一起哭 然后呢就是 她没有这样的 所以亚伦的女儿 在这儿都是敲了大咕 一开始哭起来了 啊 十二岁啊 哇 好可惜啊 你这么小 然后就开始哭起来 然后那个场面一定就是 闹哄哄的 乱腾腾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情形 但是注意 所有的人都在讲一句什么话 这个女儿死了 这个女儿死了 三十九节 你看 他们看见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哭哀号 完了 完了 死了 死了 耶稣来了以后 耶稣三十九节 耶稣这样说 为什么乱乱哭泣 孩子不是死了 是什么 是 阿里佛 耶稣说 这个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了 是睡了 各位弟兄弟妹 你生命中的 十二岁的状况 有的东西我知道 已经陪伴了一事而已 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这是需要解决的东西 你可能想了很多办法去解决它了 可能没有什么办法 可能你会觉得说 好了 那和平公处算了 算了就这样吧 我告诉大家 不是死了 是睡了 死了就是完了 死了就是没有 是永远没办法改动 睡了是什么 睡了是可以教训的 耶稣解释的死亡 耶稣解释的死亡是什么 是睡了 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 是否有些人 你已经从心里说 我对他死心了 他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耶稣告诉你说 记住 他不是死了 他是睡了 诗篇二十三遍 他不说 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 他只是没有醒过来 他不是死了 所以要 他只是还没有醒过来 他不是死了 所以你不要绝望 你不要回心 你唯一能做的 就像雅鲁一样 来到他的面前 自私在里 再分地求他说 我的女儿睡了 我的女儿睡了 这是耶稣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诠释 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看 所有的人都不是死了 我们看所有的人都是睡了 他们只是需要唤醒 很多人办的那些事 跟个死人办的事一样 很多人你跟他讲的那些话 跟个死木头一样 他完全 很多人你跟他讲的诗变 他脑袋都不 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跟他讲的十遍 讲了二十遍 他跟他死人一样 他都没改变的 他都没自觉的 他都没反应的 他都没连 他都没有连领的 他永远忘恩付近 有些人 有些人你陪了他 十二年了 他还没一点改变 弟兄姐妹 他不是死了 他是睡了 他只是还没有醒过来 睡了的人是什么 睡了的人还在吃 还在 他只是需要醒过来 谁能醒呢 耶和华 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抖一步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你跪在上帝的面前 你只能是什么 你只能给他带酒 你只能陪伴他 你只能够给他喝水 给他吃饭 你不能够让他醒过来 谁能让他醒过来 你只能跪在上帝的面前 去祷告 呼求 耶稣来了 耶稣就拉着他的手说 大力大呼你 哈利路亚 他就醒过来 他就醒过来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状况 就是缺这个声音 大力大呼你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的是大胆 我们能做的是能厚 我们能做的是 尽我们当今的本分 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 大力大呼 翻出来说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你知道吗 亚鲁说 我的小女儿 病 你看小女儿的时候 可以有点 可以有点 参与小女儿 那个亲的不行 但是耶稣看到他的时候 耶稣喊什么 闺女 你知道三中人喊 闺女的时候 也是很轻的 闺女 你看 亚鲁和耶稣讲的 都是一样的 我的小女 也是闺女 弟兄姐妹 她不经是你的小女儿 她不经是你所爱的 她更是天父的儿女 她更是天父的闺女 她更是天父的狼儿子 她爱你 所以求上你帮助我们 亚鲁的信心是个小信心 经过耽搁 她长期了 她成长了 所以求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新地来去听你 来去祷告神 谢谢啊 谢谢观看